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全好利索呢 多少还卡点谈 我都实话实数 所有看我节目的人 你今天可是从我变身那天 就像小男孩变身带似的 变身那天到今天 你看见了 对吧 这就是真实的意义 当然有些人还不信 随您变 您爱咋想咋想 我就是我 那也有朋友说 爱听你讲故事 人得病 你到底怎么理解 我跟你说 我讲过很多 我说认识一个学中医的道家的那么个人 他身上一个故事 跟我有关系 那都多少年前了 三十年前 那认识一个朋友呢 认识个朋友了 然后那是个女士了 别叫女朋友之后 听着别 这女士呢 女士有女人的这个子宫里大概长了 就是很多人都有了 不大 小东西 那我就带着他去找这个认识这个人 进去之后呢 大家就聊天 朋友认识聊天 就这么说两句 喝了杯水 他给人看病就这个来 聊会天 喝杯水就完了 完了之后 他跟我说呢 那东西没了 喝那女的 那个子宫里的东西没了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大概 他跟我说 哎 家里出事了 我家里出啥事了 他比我大了 他说你嫂子在平地上走道 早上就弯摔一根筒 把手腕子摔折了 哟 我说为什么平地上把手腕子摔折了 他 他们家有毛病 不上医院的 摔舌了胳膊都是他自个儿给捏不捏不就行了 他不去医院 什么弄石膏 他都他不相信的 你记住啊 他就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啊 我跟你 这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那我说平地上怎么会把胳膊摔折了呢 他说你接着到前两天带那个人来 那子宫里有个东西 我给他弄了 他说啊 我说是啊 他说那个东西呢 弄完之后跑到我老婆身上了 我老婆摔舌了胳膊 把这事儿划了 修炼的人懂得啊 这叫业力 佛家说这叫业力 恶业 他治病是把这个东西本身的背后的真实的东西 病的真正的原因 他给拿走了 他为什么又转到他媳妇身上了呢 他没有 他有本事 但他没有那么大本事 他插手管了这件事情 那个东西不干 弄不着他 弄他媳妇身上 这是真实的故事 哦 我才明白 我说那东西是活的 能够动 他说 对了 他说 你就想想那劲儿有多大 为什么 当然那你对外讲 他叫气功师了 他说 为什么有些气功师 你看 一削扬起来就把人家骂一通 然后你说真正有毛病的时候 有些人去找气功师 而有些气功师不愿意随便出手动 他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动 有些东西他不敢碰 碰完麻烦上他自己身上 但他知道有东西 知道是怎么回事 知道这前后的原因 他的功力不够 他就会给家里找麻烦 但是如果反过来 这个人如果有本事了 用这东西换钱的话 对吧 换钱的话 那气功师挣钱有的是 换这换那个 所以你看有些人能变成 变个狐狸 变个狂狼 变条蛇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当你碰到利益的时候 就可能有坏东西上去 我放放纸啊 没纸任何人 这就是我在讲节目当中 我用我自己 我没什么这个那什么的 我只是学到了这些东西 能够理解到生命的关系 希望大家今天看到的现实的一切 什么政治局不政治局的 扯淡 中南海不中南海 瞎吃不瞎拜 他跟你 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就是一个吃喝拉撒睡的人 现实人的生活的荣华富贵 都有着他背后的原因和故事 如果人能站在背后的原因和故事 本身上去看待现实人的环境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不会被这利益所诱惑 而凡是被利益所诱惑的人 即使你有本事 也会把你的本事变成了歪门邪道 这就叫胡黄白柳 你看看古书三言两判 这朝政不对的时候 才妖魔轨道当道 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披露出来的内幕的消息 与李延朝有关 与香港战中有关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香港前哨杂志讲 李延朝婉拒张德江提议 习近平说 谁开枪 谁下台 香港前哨杂志 拿出的最新消息讲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 在香港战中运动启动之初 香港差一点上演了港版的六四悲剧 而港府港警的反战中部署背后 牵扯的是中南海尼斯我活 深不可测的中共党争 没什么深不可测的 那就是共产党临死前的直接的表现 我早就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我说共产党一定是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机构 用自己的组织纪律 用自己的党规 用自己的党的一切的东西 干死共产党 同时谁抱着共产党 谁就死定了 前哨杂志最新的一篇报道 文章题目叫做 惊人内幕 张德江欲斜染湘江 逼攻习近平 识破 喝止 文章讲 北京消息人士说 有人想借助平息战中 在全世界的美光灯前 制造一场港版的六四事件 让万难推卸责任的习近平 燃满香港人的鲜血 背上千股罪人的黑帆 为所有退休在职的贪官 提供一桶倒习逼宫的强暴炸药 这是前哨杂志说的 我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引述的是什么 在香港出现了一件事情 在香港战中之前发生的 香港两百多年的古庙的 双旗杆的左旗杆 左围青龙 在这个台风 类似台风的影响下 从下面棋根上蛇断 左青龙 习近平属小龙了 所以香港事情出现 是对习近平极大的不利 迷信的说法 但那个棋根蛇了 而在整个事情时候 我跟大家描述的很清楚 5月14号 曾庆红露面 是在5月13号 法轮大法日之后的第二天 故意露面 跟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一起露面 然后5月20几号 江泽民见普京 国内不报 由普京的 从俄罗斯总统办公室 拿出的照片 然后在6月10号 林宝华先生已经讲了 这是江泽民系列 故意选的那天 拿出的叫做香港白皮书 被现在的中共 红二代的太子党 称为叫610白皮书 开始干死香港 而香港的战中 和香港的学生 在他们维护自己 基本权益和人性的一面 是没有办法的要应战 而这种应战 却是曾庆红江泽民 就是要看到的 张德江掌控的人大常委会 就是忘死了条 香港 这就我跟大家分析的吧 然后我跟大家说过 在香港 他一定制造杀人事件 流血 死人才好的 所以28号那天晚上 是要制造死人事件 让学生 让金钟的学生 年轻人 在承受着 87颗催泪瓦斯的袭击之后 有机会 用棍棒 用石手 用身边的一切武器 去打击 当时已经卸下了防暴装备的警察 因为是那些警察 扔得催泪瓦斯 而要求警察 把防暴衣服脱下去的人 是梁振英 是港府 一旦学生动手 那个时候 现场一定有人举中牌子 撤离 否则开枪 戴着防毒面具 而香港的警署的发言人说 没有人举这种牌子 开枪 就是刚才说的这一幕 习近平就完了 不开枪 撤下梁振英 就会造成 作为张德江也好 江泽民掌控的29号 出来的所有中 他的铁杆的原政治局常委 和现代的政治局常委 就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职位倒戈 重演8964 当时弄死 弄下赵紫阳的做法 但当时的 我们可以看到 到现在 我跟大家说 李源潮不说话 这个习近平不说话 李克强不说话 王岐山不说话 他就是不能说话 他说了话 他说针对这件事情 说什么话 都会遭到党的组织原则 党的纪律 党的机构 党的一切的魔鬼式的东西 吃死他们 因为那是张德江以政治局的决定为借口 中央决定不能后退 为什么到现在没结果 四中全会刚开完 我早就当时说过 一定会拖到四中全会开会 你现在看不见香港有啥动静 没了 他整个当时的那一波 就是要在香港初期的时候 10月初期 9月底 10月初期的时候 要杀人的 所以在第一波没做成的时候 第二波出现了蓝丝带 黑社会 和电影里面的某些具有黑社会背景的人 摇旗呐喊去嗷嗷的叫 这是第二波 第三波就是警察打人 那就完了 因为那已经不好使了 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忍住了 没有去袭击警察 这就叫救赎 这就是共产党死定的标志 文章讲 9月28号晚上10点 港澳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 分管统战的副总理刘延东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特首梁振英 共同向北京当局提出 武力镇压香港战中行动的建议 而此前 已有混杂在示威者当中的变异 放出要开枪的风声 我在节目当中 当时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当时在推特上有消息说 香港的医院接到了特别的命令 那在香港的这个战中的人群当中 和警察当中 出人意料的穿着黄色的军队式的那种防暴服 全都盖上脸 那后来在明报的报道当中讲 香港警方很不满意 因为把香港的警察各大队全都混编了 警察之间谁也不认识谁 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 就有深圳的人 一定有广东地区去的武警警察公安国安 带着枪去的 深圳的政法委书记已经被干死 十天前 谁玩谁 谁整谁 谁弄死谁 谁是人 谁是鬼 我跟你讲 随着时间就全出来 消息人士透露 港澳协调小组的副组长李源潮等人 以弃权的方式婉拒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 李源潮作为副组长 他为什么以弃权的方式拒绝 婉拒了呢 港澳协调小组是张德江 做的决定是人大委员会 是背书的是政治局 李源潮没有能力抗争党的距离 组织距离 组织原则 文章讲 习近平反应是一口否决 透过李源潮传达指示是 绝对不准开枪 六四的教训还不深刻吗 谁开枪谁下台 连催泪弹也完全不必要 放就放了 下不退人 见好就收吧 一步步恶化到这个地步 怎么化解是你们的工作 咱们化解是你们的工作 这是28号这里说就是28号夜里 29号凌晨 而29号凌晨两点钟 梁展英出了逆表的说了一番软话 然后警察全撤了 我相信朋友能懂了 文章最后呢 引述了一位叫做老友的人分析说 如果不是习近平断然否决张德江等人武力清场的提议 那防暴队斜跨的AR-15 这是直接杀人的枪 大显神威 他说那样的话 不仅学生惨了 习近平也惨了 江没有外商敢再到香港投资 香港的繁荣稳定也就葬送了 到时张德江在江泽民的袒护之下 一定会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 我觉得这个老友说的还是差点的 到时候不是张德江在江泽民的袒护之下 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 所有人会把责任放在习近平身上 那个时候 刘云山控制了整个宣传媒体说 一定坚决维护与习近平为中心的 党中央的周围 江泽民 曾庆红 如系的所有的党的过去的高级官员 坚决支持习近平 是这么报道 不用再保张德江了 这就是江泽民整体的邪恶 这就是我说江泽民死定了 曾庆红死定了 为什么 因为在香港问题上 他们忘死了 玩习近平 王岐山 李克强 李源潮 玩死他们 玩的他们片甲不留 一块肉都不留 他们下的手是这个手 有一直很多朋友讲 说这个不知道共产党有多狠 对吧 说共产党六亲不认 共产党根本没亲家 棒着共产党的人全都不是人 真的 这就是今天所有人要看到的救赎的概念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